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人员持续一年多了 新城乡公所是由乡长何理台带队 在领先防疫的部分是不断探讨严领各项的防疫措施 也重视民众生活和生计更推出了各项照顾乡亲的方案 而国内疫情时而趋缓时而交集 整个新城乡公所团队是用最高效率来试试应变 乡长何理台表示 目前疫情稍有趋缓 全国每天增加趋整数连续第100人 患性也回复连续零确诊已经8天了 但仍不能够掉以轻心 为了免疫情再次升温 新城乡公布第三期警戒延长到7月12号 先相互随待之会乡亲 尽请乡亲确实遵守政府公布的防疫措施 注重个人健康管理 并且请消毒 请洗手 外出全程戴口罩 注重居家以及周边环境消毒 只要进入到我们公共领域在 我们公所也好在所有的洽工的环境当中 一定要复合扣 QR扣 我们十连制的方式 民众不得进入到办公的场所 在外面由我们本所的员工 来接洽之后来洽工 立即来办理 第二点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 不要群聚要一定要戴口罩 一定要戴口罩 甚至在我们整个地点的消毒以外 我们针对我们所有的店家 我们发给防护的一个面罩 希望他们共同响应防疫的一个政策 要保持卫生 然后不要接触 我们公家非常的重视防疫以外 也要提醒我们的民众 对于这次的疫情不可小细 一定要非常重视 而且防疫是要大家一起来的 公部门只是一个领头羊 要民众大家一起来配合 来度过这样子的危机 加拿何谈表示 乡公署团队不断拟定各项政策 对抗疫情 为乡亲存为防疫的最前线 然而防疫不分离我 唯有确实配合政策 才能够使防疫政策 达到最大的功效 以及保护知识的安全 同时来共同守护 请陈乡 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